大家好,我是三喵 邪猫、驰狗、上岗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位是袍瓜 是家里的新成员 今天是他的首秀debut 以后大家多多担赞 今儿我们讲一个话题 有朋友在留言区里面留言说 三喵,现在俄乌战争打成这个样子 我非常担心 俄国对乌克兰施加压力去调停 让乌克兰去停战 那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呢 那我们结合新闻和史实来分析一下 咱们先说这新闻 西方最近给乌克兰放的话是什么 这句话是 这两个月以来一直都是这句说法 说乌克兰他政府能够决定 什么时候谈判 以什么样的条件谈判 那么我们是不便于干预的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西方他不可能越过乌克兰 直接跟俄罗斯去谈 为什么 因为在历史上这样子 把另外一个国家亮着 你单独跟这个国家的敌人去谈 这种事也不是没有过 慕尼黑协定 那么现在慕尼黑阴谋啊 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历史的耻辱 那没有人甘愿去冒这种风险 那这话咱们一会儿再说 我们先从开始来讲 就从历史上来讲 那调停停战 有人说这中东战争的时候啊 对不对 这个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为什么美国苏联 他们一调停就不得不停战呢 尤其是第四次中东战争 咱们看这个以色列在赎尊玉当天 被阿拉伯国家打的 那个是残偶 对不对 后来成功的反推之后 眼看都已经推到了埃及首都不远的地方 眼看都快推到大马士革郊区了 怎么这一调停就要停战了呢 哎 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就是以色列的国土在哪里 它的国境现在哪里是战前 划定好的 你不能多要一层国土 第二点 以色列所有的这些军事援助 要是没有美国这五分钱行动啊 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时候 那是亡国在即这五分钱行动 那我也是做了一个节目的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相比于美国苏联 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国 当然了 阿拉伯国家 他们的萨姆二 他们的米格二十一 他们的这个T62坦克 也都是从苏联那里拿来的 也就是说 这些大国是握住了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这种 不管是军事上 还是道义上的这种命脉 那要他们喝谈 也由不得他们 可是啊 这个俄乌战争跟中东战争 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我在这里画了一个差啊 那参与的一方 俄罗斯 他本身之前 大家也是把他当成大国 虽然我做过一期节目 那这个节目里面 我认为俄罗斯 慢慢的以后会失去 这个大国地位 可是俄罗斯之前 是被人当成大国的 您也是联合国五常之一 所以说 您要是想调停的话 谁来调停 土耳其的这个埃尔多安 倒也不是说不想调停 包括法国的马克龙 他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是说不想调停 可是问题是 他们说的话 普京信吗 现在不是说 俄罗斯是不是大国的问题了 现在问题是 普京以及俄罗斯的一些 极端民族主义者 他们坚持认为 俄罗斯 它就是一个大国 大国的颜面 不能丢 所以说 哪怕是埃尔多安调停 不听 好 那马克龙 那法国也是五常之一吧 那么他来调停 听不听 不好意思 还是不听 那你看 连五常之一的法国来调停 都没有效果了 那好 那你觉得美国来调停吗 不可能啊 美国可是 俄罗斯觉得是站在乌克兰后面的 北约首脑的 那他调停可能会听吗 那是不太可能 您别忘了 日俄战争到后来调停的时候 为什么是美国调停 因为美国跟这个双方 都没有利益关系 那英国当时是跟日本有利益关系的 而这个法国 德国是跟俄国有利益关系的 这几个大国出来调停都不合适 只能是美国 那么问题在于 俄国现在找哪个大国来调停呢 对不对 你总不至于找那个东方负责任的大国吧 对不对 那中东战争这样的结局是不可能的 首要的原因就在于 这次战争的发起方 而且是发起了之后 把自己陷于规例的那一方 俄国他自己仍旧坚持自己是一个大国 而且这种呼声甚嚣神尚 那这个时候你只能指望大国主动撤军 因为我再说一遍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谁的调停 俄罗斯肯听的 对不对 而且双方的这和谈条件之前 我也讲过差距太大 乌克兰就一条 你要撤出所有被战的乌克兰领土 恢复1991年的国界 这种事情我也讲过很多很多次 如果普京答应的话 那么他的政权 那倒台那绝对不是一种空中楼阁的事情 而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事情 所以他就算为了保住政权 也得死撑着 可是到了后来 那你再算政治上 那你总得算经济上 军事上不是 那有可能大国主动撤军 这在历史上有没有过 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越南战争是美国主动撤的军 阿富汗战争是思联最后主动撤的军 但是这两次战争 那都是大国国内 这个越南战争 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非常高 而且在越南美国扶植的那个南越政权 他自己并没有展现出什么 对北越的这种抵抗的坚强意志 而且自己被北越渗透的千疮百股 那在这个时候 美国是比较会犯经济杖的 他这个时候我打的话 那舆论上很被动 政治上很被动 而且我去扶植这样的一个东西 当时美国人的想法是 整个从东南亚一直到太平洋这边 不能像让这个共产主义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推倒第一块 接下来的马上就会倒 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 可是当我维持这块多米诺骨牌的时候 代价太大 那果断去撤军 那么这件事情啊 并没有说在美国国内 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我是说撤军这件事情 并没有引起很多美国人的反感 没有人说美国的大国梦一夕之间破灭了 我要去白国门口去自焚去 没有这样子 而且美国这样的撤军也没有导致美国国内的政局过于动荡 但是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苏联当时在阿富汗那边是真的打到山穷水尽 国内是不太有这种反战风潮的 对不对 不是有笑话吗 对吧 美国人说我们国家挺好的 我们敢在白国面前说美国总统不好 苏联人说我们国家也挺好 我们也能在克里姆林郡面前说美国总统不好 可是您在克里姆林郡面前 你去说一句这个勃列任劍夫那啥啥啥 那不可能啊 苏联国内是没有什么反战示威的 您只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苏军在阿富汗取得大街 然后怎么就一箱一箱的特殊货物给从阿富汗运回来的 那个特殊货物是指这个苏联士兵这个遗体啊 等等等等 然后战局打的特别特别不顺 然后阿富汗的乡村地区也没有被苏联人给控制住 那这个时候只能灰溜溜的撤军 到了这个时候您在撤的话 那对于国家政体的这个损伤是非常非常非常巨大 同样是大国主动撤军 美国这边是从越南主动止损 而苏联是在阿富汗待到最后 实在待不下去了 在撤的时候 那您再想止损也止不下来了 这个高下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总是有人把美国越南战争 跟苏联阿富汗战争放在一起 我觉得吧 这两个是不能放在一起去比较的 对吧 那么当然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比这次如果俄国从乌克兰撤军比起来可能还要好一些 为什么当时啊 苏联国内没有那么多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叫嚣着说 我们一定要怎么那么张 可是现在俄罗斯国内是有不少的 比如斯特里尔科夫 比如那个俄罗斯普京的号称国师杜金 这次俄罗斯撤出赫尔松之后 杜金已经扬言要把普京给弄下来了 那这就这就很尴尬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考虑到证据是绝对不能撤的 有人说普京多么多么的愚蠢 所以所有所有的政绩都在你俄罗斯撤不撤吧 那再大一点的这种东西有没有 有啊 一战的时候 那参战国那各领各的都是大国 德国法国英国 哪个不是大国 这个时候您找谁去调停去 当时啊 一战进行当中 的确这个法国跟德国曾经有过一度想谈判的想法 但是前提是这个德军撤出被占领的法国都美目 那德国是无论如何都不答应了啊 我们牺牲了这么多的人 我们好不容易啃下这么点地方挖了挖战好 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撤绝对不可以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里引入一个就是心理学上的概念叫沉默成本 我都已经花了那么那么多的成本了 在俄国现在好像伤务人数快到九万了吧 那在这个情况下是绝对绝对不可能去撤军的 因为沉默成本很大 然后再加上撤军之后 他的这个普京政权是真的有旦夕之危 所以您在这种情况下 您连个调停人都没有 您说什么停战呢 那乌克兰这边也当然是了 乌克兰这边大家的共识就是 这次一定要达到1991年的边界为止 不然的话乌克兰是绝对不答应 所以说这个时候 双方没有任何和谈的这种共识 你和谈你起码得有共识 对不对 那乌克兰的共识就是你俄军撤回这个俄国领土 你连这个都不停 那么在西方国家看来 你愿意去重复当年慕尼黑协定那个样子吗 那么当时张伯伦可是把杰克斯洛伐克给卖了 然后回到伦敦机场说我带来了一个时代的和平 有人跟我说 说这个张伯伦这样是人武负重 他通过自己被羞辱 让大家看到希特勒是多么的嚣张跋扈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英国的军备生产才能起来 我觉得吧 您这可能是大齐这种东西 看多了 整个的慕尼黑 他就是一个耻辱 这点毫无疑问 怎么着 难道现在马克龙也好 拜登也好 是准备把乌克兰给卖了 单独的俄罗斯谈一个协议 然后在机场上拿一张纸去挥舞一下 说我带来了一个时代的和平 那如果真的那样的话 那就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过我得跟您说 这西方即使他们都是一些政客啊 他们也在乎这种历史影响力的 这不像某负责任的大国 人家的这领导层奉行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但是西方这些万恶的腐败的政客 是不一样多多少少 还是在乎一点点历史评价 您要是把他们跟张布伦放在一块的话 人家还是要点脸的 所以从不管是从乌克兰还是俄罗斯 还是从西方的这些角度来看 至少在目前为止 至少在世界杯小组算还没踢完的这个时候 您要是想指望双方能够有任何停战的共识 那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仗没办法 还得打下去 希望乌克兰能够停住 希望乌克兰能够收复实地 好 今儿咱们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